6.水果音乐盒 6-1.范例说明 本专案使用Squatch感应版中内建的4个电阻侦测器进行游戏设计 将电阻侦测器的红色鳄鱼夹夹在导电性物质上 当导电性物质触碰到黑色鳄鱼夹连接的水果时 萤幕会显示触碰到的水果 6-2.角色制作 接下来我们进行角色制作 首先我们开启新档 将预设的角色删除 按右键点选删除 然后我们到上传角色造型 到书籍光碟素材 第六章按下Shift键选择 梨子 葡萄 凤梨 苹果 在同时点选时按下Shift键 点选开启旧档 就可以将四项水果汇入 我们将凤梨放上面 然后我们用缩小工具将它缩小 苹果我们也将它缩小 葡萄我们也将缩小 梨子我们也将它缩小 之后呢我们将它放在相对应的位置 在角色排列好之后 我们就开始进行程式的撰写 首先呢我们以凤梨为例 好那因为在这边呢 我们需要用到电阻A的侦测值 所以我们在这边选更多积木 Add an extension Picoball OK 等Picoball连接成功之后 我们以凤梨为例 首先呢我们在事件的地方 适当率齐背点一下 在控制上选择不停重复 在这边呢我们要设一个条件 就是如果我们连接凤梨的 电阻A的侦测值是被碰到的 所以那时候电阻会变小 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会执行 萤幕造型变化 以及声音的发出 好在这里呢我们点选更多积木 选择电阻A 好那在这边呢我们做一个判断 就是当这个电阻A的侦测值 小于90的时候 那就是代表它已经碰到 那个水果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们要发出声音 在这边呢我们在声音的向下呢可以选乐器 那在这边有两个 第一个呢我们可以先选择设定乐器 好那我们在这边选择设定乐器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非常多的乐器 那如果我们选择设定乐器1的话就是钢琴 好那我们可以要求它弹某一个音符弹多久 那在这边的话我们可以弹奏音符 好那这个60到底是什么呢 是它的一个Do的音 好零点 我们在程式里面是弹奏零点一拍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把它做一个造型的变化 能够闪烁 所以呢在这边的话我们就在外观的部分来做一个变化 首先呢我们是将颜色的特效改变 好改变为70 那这个部分的话同学可以稍微尝试一下 然后呢我们要这个改变呢持续一段时间 那假设我们持续是0.1秒 好那接下来之后呢我们就要求它能够变回原来的 所以呢我们就是将颜色的造型设定为0 好那之后呢这段程式撰写完毕之后就把它贴回来 那现在目前我们已经有凤梨的一个程式嘛 我们可以按右键用复制的方式 我们可以复制到梨子 我们可以复制到葡萄 我们也可以复制到苹果 好那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苹果的部分 苹果是连接我们的电阻B 好那一样 那在这边的话我们可以做乐器的更改 那在我们的那个提供的范例里面 我们是用吉他的声音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下 离子的部分 好离子的部分是连接我们的电阻C 使用的乐器是19 好我们来看一下19是什么乐器呢 好19是立奏木琴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葡萄的部分 葡萄呢是我们要修改它的电阻的连接 我们要连接电阻D 那另外呢我们要把它乐器改成 低音管 好那我们的程式呢就撰写到这里 6-3 动手试完 点选立契期开始执行程式 我们这个范例呢是用这个电阻器B 来连接的苹果来做示范 首先我们先将红色的鳄鱼夹夹在导电性的物质上面 然后我们将黑色的鳄鱼夹夹进水果里 当导电性物质碰到水果时 会发出声音并且在萤幕上改变造型 3-5-7 3-4